鼻炎会引起耳鸣吗?张海雄,耳鼻炎猴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 鼻炎是很容易引起耳鸣的 为什么说鼻炎会很容易引起耳鸣呢? 因为我们的鼻子跟耳朵是有一根管子是相通的 其实我们的耳朵呢,在耳道这边呢,因为骨膜的原因呢 耳道跟我们的中耳是不同的 我们的中耳里边的换气呢,主要靠一根管子叫咽骨管 这根管子的通气呢,换气呢,主要是通过鼻子来完成的 那么如果你有鼻炎的话呢,容易引起鼻甲的肥大 或者有时候引起鼻吸肉 那这个时候呢,鼻腔的粘膜是肿胀的 鼻腔粘膜肥大或肿胀,甚至产生一些新生物鼻吸肉之类的问题的话呢 往往容易将我们的咽骨管的管口给堵塞住或者挤压住 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咽骨管管口被堵塞挤压了以后呢 我们的中耳内的换气功能就产生障碍了 那么这种障碍一旦产生的话呢 我们中耳内的气压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种气压的变化就容易产生耳平 如果气压变化时间长的话,还容易引起中耳炎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坐飞机觉得耳朵不舒服 潜水有时候觉得耳朵不舒服 孩子一感冒以后容易得中耳炎 这也就是这个病因了 专家提示 一,鼻炎很容易引起耳鸣 因为鼻子跟耳朵是相通的 二,鼻炎容易引起鼻甲的肥大 或者鼻吸肉 容易将咽骨管管口堵塞住 三,咽骨管管口被堵塞后 中耳内的换气功能就会产生障碍 四,障碍一旦产生 中耳内的气压就会发生变化 就容易产生耳鸣